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武猎特意去医院拿到了监控 亲眼看到兰初当时独自一人走进病房 紧接着秀赫出现后冲进病房 过了好一会愤愤地将兰初带出来 看着兰初紧张的动作和表情 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无误 正拿着U盘想着该怎么办时 闻到却走了进来 想要跟儿子喝一杯 刚看完监控木火中烧的武猎 愤愤地告诉他不会跟罪犯喝酒 看着还想要跟自己说话的父亲 赫令他马上出去 想不通他还有什么脸面找到这里来 文道问想见儿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武猎怒问父亲 抛弃了妈妈 扔下了我 把我的事业踩在脚底下 杀了我爱的女人 你怎么还能说出你是我的爸爸吗 秀赫特意在书房等待父亲 请求他为了佑金和孩子原谅妈妈 告诉父亲想要给佑金家的感觉 让孩子再有爷爷奶奶的家庭长大 文道很下心 论不是说好了会离开吗 伤心欲绝的秀赫问父亲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为没有作为你的儿子出生 难道是我的错吗 一直以来以为是您的儿子 想要变得像您 为了能得到您的认可 我往死里努力 那个就是死罪嘛 面对着无情的父亲 跪下请求他让自己作为父亲的儿子生活 想要成为出生孩子堂堂正正的爸爸 一心想要查出真相的伍列找世金帮忙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告诉了他 世金听后却希望他能在这里停止 伍列反问世金的真相谁来揭开 告诉他佑金的家人都没了 现在就只有他而已 听到这佑金决定帮助伍列 告诉他经常研究心理学的爸爸常说 重要的情报得让本人亲口说出来才行 伍列听到世金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文道一大早跟家人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秀赫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至于警察调查的问题 也会找律师帮忙解决 如果他希望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家 作为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 还未等几人反应过来 继续说会和他妈妈离婚的 拦出叫住了想要去追文道的儿子 让他跟自己谈一谈 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既然认证了他是儿子还会有什么问题 告诉儿子不可能一次性拥有全部 准备上班的秀赫 请妻子帮忙跟着妈妈 看看他去见什么人 担心他又被奇怪的人威胁 佑金猜出了丈夫是担心生父再次出现 点头答应他会跟着婆婆 正在安慰婆婆过一段时间 公共的态度应该就会缓和 兰初就接到了武猎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要和他谈佑金妈妈的事 命令他谁也不要告诉安静的出来 看出了婆婆不对劲的佑金 询问难道又是秀赫哥哥生父吗 兰初连忙回应不是的 看着婆婆匆匆出门 受到秀赫嘱托的佑金 拦住了身后的计程车 来到目的地的拦出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跟着的佑金 正疑惑怎么看不到武猎的人影 却意外在商场的大屏幕上看到了 那天在医院的监控录像 担心才发婆婆出事的佑金 悄悄跟踪他时 却意外看到了妈妈离世时 医院的监控录像 听着武猎对婆婆的质问 佑金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问武猎 当时婆婆在病房里到底干了什么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本不及武猎解释 却意外看到鲜血从佑金腿间流出 看到这情况的武猎 着急地抱起佑金送往医院 做贼心虚地拦出 因为东窗事发内心无比恐慌 脑海里全是拔掉穷吸氧气罩的一幕 直到身后的喇叭声催促才猛地惊喜 世金觉得是不是该联系佑金的丈夫 武猎无比自责 不该在佑金面前说出真相 还好有世金在一旁安慰 觉得这是佑金迟早都会知道的事情 感叹坏事都是那些人做的 而受伤的却是武猎和佑金 医生走进来告诉两人 患者情况不太好 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加上流产期 要住院一天才可以 觉得这种情况下患者没流产 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 此时秀赫正在公司和父亲商谈公事 离开前鼓起勇气询问 为什么改变心意愿意接受自己这个儿子 闻道回答因为我知道并不是你的错 而你的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就更没错了 觉得自己无法给他妈妈幸福 但却希望秀赫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听到这个秀赫无比感激 于是闻道告诉他 自己从未拿他和武猎比较过 希望儿子以后不要因为无用的欲望 而毁掉自己和公司 和父亲谈完话的秀赫心情美美的回家 打妻子电话不通又给他发去留言 回家后一脸疑惑的看着着急上火的妈妈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拦出艰难的告诉儿子又已经知道真相的事 一时间秀赫觉得天都塌了 知道了妻子知道真相的秀赫 疯狂地给他打去电话 看着儿子买回来的母亲书 愤愤地打电话叫闻道马上回家 开车在路上的秀赫 怒火中烧地打电话问武猎诱金在哪里 对着他咆哮他为何会在医院 武猎刚回到病房 匆匆赶到的秀赫着急询问诱金的下落 正准备失望而归又转身讽刺武猎 今天真是办了件大事 问他闹出的事情能承担起后果吗 看着躺在床上痛苦的妻子 秀赫忍不住责怪妈妈 当时不该阻拦两人出国的 自责的兰初解释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闻道在楼下等着兰初 问他儿子是何时知道真相的 听到兰初说是他动养气躁的那天 闻道恍然大悟 终于知道为何从那时候开始 儿子对自己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觉得他一定是一直在心里骂自己了吧 无处可去的闻道 默默来到咖啡厅 江佑金知道了真相后晕倒的事 告诉了恩叔 恩叔愤愤地问男人做了那些事 难道就没想过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吗 觉得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的 让他可以离开了 又今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哥哥是知道的吗 秀赫不敢正面回应妻子 让他什么都别想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猜出了哥哥是两人结婚的时候 就知道了真相 问他当婆婆摘下氧气罩的时候 是不是也看到了 因为自己亲眼看到监控 婆婆进去后哥哥也跟着进去 问丈夫就是因为什么都知道 所以才说要去国外的吗 秀赫努力解释是因为担心才那样 害怕了你知道后会受伤 因为太害怕所以没敢说出来 又今对着丈夫咆哮 那我全家人的性命都是在这个家丢掉的 我还要像个傻子一样 乐呵呵的在这个家生活吗 如果不是江武烈的话 我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 无法原谅秀赫一家对家人伤害的又今 看着睡着的丈夫 毅然决然地带着行李离开 正在慕妮疑惑又丁大半夜是要去哪里时 醒来的秀赫三步并两步冲上前抓住妻子 着急地问他这是要去哪里 又今眼神冰冷地告诉他 从此以后自己和这个家没有一点关系 看着想要劝阻自己的婆婆愤愤地说 兰初还想叫儿子去追又今 却被闻到阻止问他下定决心离开的人 还有可能会回来吗 一脸蒙圈的慕妮 还想要跟嫂子打听是什么情况 不料却被拦出一眼 看见他手中的艳运棒 嘲讽他不但这把年纪还赖在哥哥家 作为单身女孩随身携带着那个马 反应过来的慕妮瞬间觉得无地自容 来到卫生间战战兢兢地查看 刚高兴没三秒 就直接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又是一个头两个大 心中充满怨气的秀赫跟着父亲来到书房 质问他当时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答应自己和又今的婚礼 觉得还不如一直反对更好 闻到回答想为你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看儿子不相信 只能无奈地说那我也没办法 回到房间的秀赫 脑海里全是又今决绝的话 恍然看到了桌上他留下的结婚戒指 猜出了又今打算跟自己离婚的他 瞬间心如刀角 闻到拿着离婚文件给拦出 告诉他这种情况下 还是到国外待几个月比较好 而冻结的存折也已经帮他解开了 看着一脸诧异的蓝初 告诉他这是自己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闻到刚离开 蓝初看着机票 想着难道他是让我选择 是蹲监狱还是出国吗 坐在出租车上的诱金 看着家人的照片 正准备收进包里时 终于想起当年事故时 闻到出现在现场的画面 恍然大悟的他喃喃自语 怎么能像个傻瓜一样现在才想起来 来到灵谷塔看望家人 觉得真是太对不起他们了 那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安心的生活 不知他们会觉得多么无语和委屈啊 眼神坚定地告诉家人 从现在开始会为他们解开冤屈 接着带着行李来到了太阎家 打算暂时借助在这里一段时间 看出了诱金是和家人闹矛盾的疏风 热情地帮他开了暖气和电热毯 很快五列就接到了诱金的电话 叫他跟自己去一趟警局 挂完电话的五列 将自己介绍了检察官朋友给诱金的事 告诉了家人 担心正式调查开始的话 闻到会提起外公的事 老人告诉孙子放心去做就好 比起已经离世的人 更该先考虑活着的人 觉得诱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老人的遗嘱 也不会遇到那样的事故 所以那个世界的外公应该也能理解才对 再次握住孙子的手说你的身后有我们 外婆的话让五列感到无比欣慰 正在路边等待着五列的诱金 却遇到了先一步到达的秀赫 不由分说地想要带着他离开 诱金拼命挣扎大声求救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的太阎撞见 却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看着秀赫的车从眼前经过 随后着急地告诉晚刀的五列 又金被人强制带走了 五列不假思索地踩下油门 在秀赫车上努力反抗的又金 接到了五列打来的电话 听到又金喊五列的名字 秀赫立马变了脸 直接抢过又金的手机扔往窗外 联系不上又金的五列猛地踩下油门 却因为红灯不得不停在原地 秀赫带着又金来到汉江边 拿着戒指问他取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又金反问男人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还想要和我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下去吗 秀赫告诉又金自己绝对不能跟他分手 而且孩子又该怎么办 看又金想要离开 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又金却直接挣脱 愤愤地告诉他你的父母杀了我的父母 我会把他们送进监狱 秀赫回应你爱怎么样对他们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和我分开 又金不可置信地问他是疯了吗 看着要离开的又金 秀赫只能疯狂表白 面对着以死相逼的丈夫 毫不犹豫地下了车 正在秀赫不死心的纠缠时 帅帅的武烈终于闪亮登场 将又金拉至身旁后质问秀赫 干嘛要强制把别人带走 秀赫回应叫武烈别管别人夫妇间的事 说着就想要上前 武烈霸气地将又金藏至身后 叫他哪怕为又金着想一点点 就该放他离开 深爱着又金的秀赫 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武烈带着他离开 武烈带着又金来与检察官朋友碰面 又金将自己所知道的都写了下来 男人告诉两人这次有把握 不会再让闻到逃脱法律的制裁 满身疲惫的秀赫回到家 却不愿再搭理妈妈 拦出不死心地追上楼安慰儿子 就算媳妇现在不愿意回家 为了孩子也不会坚持太久的 看儿子不耐烦的样子 告诉他已经答应跟他爸离婚 而且自己马上要出国一段时间 在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爸会把一切处理好 让他留下好好守住公司 秀赫只能无奈地冷笑 蓝初依依不舍地带着行李离开了家 来到公司将签好的离婚协议交给文道 不死心地再次问男人 那么多年来有没有一次真心爱过自己 听男人回应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老夫人带着恩书英薰送会书和女婿出国 正准备回家时 却看到了蓝初畏手畏尾地朝着两人走来 想不通家里都闹成那样了 怎么还能有心情出国 说着老夫人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了蓝初面前 告诉他现在检察院正在调查全息的案件 绝对不能让他离开 紧紧地抓着蓝初不肯松手 这时警察也终于赶到 二话不说的就要带着蓝初回警局 老人在身后感叹 都说仇人狭路相逢 看来这句话说得真没错 很快闻到就接到了蓝初的求救电话 令金秘书先去查看情况 是金看着在工作的五列 却无时无刻不再担心着又金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看着追出来一脸蒙圈的五列 感叹觉得自己很多余 五列这才知道他是因为又金不高兴 是金告诉他喜欢一个人的心情 是掩饰不了的 而且现在又金要离婚了 两人也没有阻碍了 而自己也尊重他的想法和感情 决定还是做回朋友好了 慕妮一脸紧张地将自己怀孕的事 告诉了赵烈 看着男人惊呆的样子 还以为他不会想要这个孩子 让他放心自己是一个很帅气的女人 不会强行要他负责的 不料兴奋过头的赵烈 愤愤地问慕妮 难道觉得自己是不负责的人吗 说着就要马上跟他去见双方家长 告诉他自己激动的小心脏都要爆炸了 又金这边收到了文道 让金秘书送来的文件 特意以他的名字买一套公寓 正在慕妮和赵烈准备将两人想要结婚的事跟哥哥说时 又金进直冲进了办公室 拿着收到的文件质问文道 给这份东西的理由是什么 文道回答是担心你没地方住而准备的 又金愤愤地瞪着他质问 以为给我这样的东西 我就会感激地接受吗 看着在哥哥办公室里大吵大闹的又金 慕妮只能给秀赫打去电话 又金坐在地上绝望地对着文道咆哮 终于赶到的秀赫 看着几近崩溃的又金 只能无助地将他拥入怀中 将又金送回书丰家后 慕妮从秀赫这里知道了 哥哥和嫂子的所作所为 畏眼婆娑地说实在无法相信 自己的哥哥竟然是那么可怕的人 文道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又金哭闹的画面 这时接到了电话说兰初在医院里 当他来到医院看望兰初时 不由分说地被守候在这里拨时的 检察院的人带走 回到家的兰初 来到儿子房间看着两人的结婚照 想起他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跟又金幸福地过一辈子 泰妍看着又金的身体状况 着急地给武烈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 老夫人知道后让武烈将又金带回家住 心里一直觉得对韩理事一家有亏欠 韩理事的女儿帮忙照顾也是理所当然 说着就决定马上去把又金接过来 另一边拦出特意来找又金 不顾他冷冷的态度 想要跟他坐下谈一谈 脸色苍白的又金回应无话可说 于是兰初告诉他自己和他公公 昨天都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 看着不耐烦的又金 说自己能理解他的心情 听到这的又金就更气不打一出来了 质问他害自己无法和家人相见还不够 还让自己在他们家下的傻子一样 怎么能轻易说出理解的话 兰初抓住想要离开的又金 让他尽情地讨厌自己 憎恶自己 只求他不要离开秀河 觉得只要他愿意 自己跟儿子断了关系也可以 请求他继续跟秀河生活在一起就好 苦苦的哀求他只要愿意跟秀河在一起 让自己认罪进监狱也没有关系 又金瞪着眼质问 这样断了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吗 秀河哥哥就不是婆婆您的儿子了吗 有气无力地叫兰初马上离开 这时却因为腹痛贪坐到了地上 捕猎一行人也终于赶到 又金还在苦苦哀求兰初赶紧离开 老夫人看着又金满脸的冷汗 叫他赶紧回房间休息 质问兰初不是叫他离开了吗 听到兰初叫自己不要管别人的家事 老夫人愤愤地问他 那样抢走了别人的老公 是有资格说这样话的人吗 看着晕倒的又金 几人只能着急地把他送往医院 自私的兰初还不忘追出来 叫又金不要忘记自己说的话 秀河不能没有他 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被假释出来的文道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公司安排 告诉儿子自己也许要进去五年 而他妈妈可能也许两年 在这段期间希望儿子 能帮着好好管理公司 这时金屁术急匆匆地跑进来 让他去看看 赶到会议室的文道 看着墙上挂着要罢免自己的横幅 愤愤地上前将他撕下 公司高层想要以他被接受调查 派公司陷入危机 唯有将他开除 文道却信誓旦旦地告诉几人 会想办法把危机在自己手中解决 喝醉的蓝初将今天去找又金的事 告诉了儿子 抚摸着他的脸不停地道歉 觉得一直以来都想要把最好的都给他 从小连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我 想给我的儿子变成王子般生活的呢 我的儿子太可怜了 知道了又金在五猎家的秀河 安抚好妈妈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五猎家 大吵大闹 把稍稍恢复的又金给叫了出来 再次请求他跟自己回家 下定决心要跟秀河断绝关系的又金 狠下心告诉他孩子已经流产了 就在刚才婆婆来闹的时候 去医院后流产的 告诉惊呆的秀河 到底要我变成什么样才能放过我 秀河苦苦哀求他不要这样 看着再次想要晕倒的又金 秀河只能强忍着心痛离开 各大银行因为文道的传闻 纷纷停止给新生贷款 公司面临着巨大危机 文道为此焦头烂额 英勋特意带着恩书去见爷爷 老人看着孙子的开心样 忍不住调侃他嘴都要裂开了 故意支走孙子 告诉恩书英勋从小就是有了感情 就会一直到最后的人 就要两人以后能相互信任 依靠甜蜜的生活 四处跑银行碰壁的文道 终于体会到当时 拦了五列银行贷款时他的心情 就在这时经秘书去告诉他更糟糕的消息 秀河以前借的私人债券 现在得要还回去 听到这文道愤愤的叫金秘书 马上联系秀河来见自己 回到家的五列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希望他能来公司见自己一面 五列毫不犹豫的拒绝 思考片刻后却还是决定出门 喝醉的秀河跌跌撞撞走进父亲办公室 文道愤愤的质问 怎么能轻易动用私人债券 而现在因为他 很有可能那些人会坐在女士会上 觉得不管自己多么努力的想相信他 但每次他给自己的都是失望 听着秀河无力的道歉 命令他自己负责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钱还上 绝不能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入公司 来到楼上的五列 正好看到如行尸走肉般的秀河 秀河静止来到天台 决定就这样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在他即将跳下去的一刻 五列一把将他给拉了回来 五列愤愤的命令他 把欠自己的债还完之前都不能去死 秀河反问我欠了你什么债 无论我曾经做过什么 爸爸心里右京心里都只有你 觉得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 担心右京的疏风伏伏 特意来到五列家看望 世京忍着怒气质问 就你们俩的关系 是不是不该住在一个屋檐下 右京询问是什么意思 于是世京告诉他五列对他的感情 从以前到现在从未改变过 只要是你的事情 就会不顾一切的跑去帮忙 右京解释那只是怜悯而已 觉得都是因为父母和姐姐的事 五列对自己有愧疚感才那样 世京不死心地问 是否对五列还存有感情 右京思考片刻后回答没有 告诉他自己会尽快搬离这个家 于是世京也为自己的敏感道歉 慕妮特意带着赵烈来见哥哥 几人正在闲聊时 蓝初又像那没事人一般的出现 嘲讽慕妮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吗 这种时候怎么还能有心情带人回家 闻到让两人先离开 看着恢复正常的蓝初 命令他以后不许再喝酒 决定明天要带着他去医院检查才可以 久久不见儿子的蓝初来到他房间 却看到了留在桌上的字条 告诉妈妈自己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 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 看到这的蓝初着急无比 拿着他给文道看 愤愤地责怪儿子 怎么能就这样留下张纸条就离开 几人正在为找不到秀贺叼头浪额时 检察院的人正式来到家里将两人逮捕 一大帮记者在门口拍照 两人被换上囚服 准备迎接法律的审判 正在右京准备离开武烈家时 世京打来电话叫武烈看新闻 是文道和蓝初被抓的新闻报道 武烈心情复杂地关掉离开 文叔看出了儿子的痛苦 告诉妈妈终于明白那时候 文道为何说叫自己去揭开真相 应该就是怕儿子亲自揭开会这样痛苦吧 右京无比感激武烈为自己做的一切 武烈告诉他是自己的父亲犯了大错 而作为儿子的我 哪怕只是有万分之一也想要去补偿 看着沉默不语的右京 鼓起勇气问道 如果有一颗一直向着你的心 一点也没有变 你会怎么样 右京惊慌地躲避叫他不要乱说话 却被武烈一把抓了回来 世京亲眼看到喜欢多年的男生 跟别的女人表白 告诉追来的武烈 从此以后决定放开他 不会再站在他的身后 也不会再麻烦他了 工作到这个月底就会离开回新西兰 决定就这样与他断绝来往 知道了慕妮家出事的赵烈 火急火燎地来到文道家 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慕妮 在一旁鼓励他要重新振作才可以 毕竟现在这个家里就只有他一人了 右京带着行李重新回到了舒丰家 两人难以置信地问他父母的车祸 难道真的是他公共造成的吗 右京无奈地点头 回到房间看着秀赫留下的东西 开始担心他到底去了哪里 此时对生活彻底绝望的秀赫 选择待在一个小渔村里 每日酗酒度日 故意滋事找别人揍 被人像垃圾一样扔到店外 慕妮重新振作来到咖啡厅上班 嗯 舒在一旁鼓励他做得好 却从慕妮口中得知殷勋前妻去世的消息 被关在监狱里的拦出 每天被同牢房的大姐大欺负 只能对着铁门大叫要出去找儿子 发疯般大叫都会把你们杀了 最后直接晕倒了 很快慕妮就收到了消息 匆匆告诉恩叔后赶往医院 佑妮接到电话也来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两人是酒精性痴呆症 疑惑都那么严重了家人都不知道吗 发病的蓝初将食物藏起来 告诉两人要留给文道回来吃 内心无比崩溃的佑妮对着他咆哮 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了吗 做错了事就应该要接受惩罚才可以 怎么能这样藏起来 蓝初惊恐地道歉 终于打开手机的秀赫 看到了慕妮给自己发的信息 知道了妈妈生病的事 监狱里的文道 让金医术找伍猎来跟自己见一面 英勋对于前妻的突然离世 反而觉得更加应该珍惜恩叔 希望往后的每一天都能跟他在一起 感到医院的秀赫 想不通那么聪明的妈妈怎么变成了这样 慕妮告诉他可能是想忘掉 这些年发生了是吧 刚才还把饭藏起来要给哥哥 看来是真的很爱哥哥呀 从太炎的知道世金要回新西兰的右京 打电话约世金出来见面 请求他再给伍猎多一点时间 不料却被世金疯 让他真实一点不要再欺骗自己的感情 再次问他对伍猎难道真的没有爱了吗 右京回答现在脑海里只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以后和孩子该怎么生活 世金反问他以为伍猎会看着他 带着孩子受苦吗 只要在他旁边就是在动摇他的心 世金叫他撕掉那假面具 还不如大声地说出爱伍猎 那样看起来更像是人说的话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伍猎听从金秘术的安排来电文道 金秘术希望他能劝文道 不要拒绝请律师 担心这样在法庭上会很不利 伍猎看着憔悴的父亲 听着他对自己的关心 不耐烦地叫他说出重点 为何要见自己 文道看着儿子想要离开 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那句 藏在心中已久的对不起 在儿子震惊的表情下 含着泪再次向他道歉 谢谢他赢了自己 医生告诉兰初这个病 靠本人的抑制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大脑已经开始萎缩 脑部受伤很严重 兰初着急地说自己不可能会那样 秀赫询问治疗的方法 医生表示要转到酒精中毒专门医院 接受治疗才可以 秀赫向妈妈道歉 那么久了她的病已经那么严重 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 兰初想着作为妈妈 却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呢喃着绝对不能那样 秀赫看着妈妈忍不住说道 既然那么想要忘记那些事 你为什么还去做了呀 世金正在看着机票发呆 兰初就出现在了办公室里 看着一脸惊讶的世金 告诉他是特意来找他的 感叹如果不是世金的帮助 武烈也不会有今天 谦虚的世金回答武烈一个人也能成功 兰初告诉世金就是知道他要离开 所以特意来抓他的 看着一脸诧异的世金 告诉他这段时间为了武烈那么辛苦 自己绝不能就这样放他走 听着恩说的话让世金觉得无比欣慰 但还是觉得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恩书表示就是为了不让武烈以后后悔 所以才特意来的 跟世金强调武烈对佑金是负罪感 总有一天他会摆脱那个负罪感的 希望世金在那段时间到自己家住 等等武烈 告诉他这邀请和武烈没有关系 是自己的意思 对于不想放开我的媳妇的心意 听着恩书的话 世金感动又欣慰 醒来的蓝初再次发病 起床四处寻找儿子 回到病房的秀赫找不到妈妈无比着急 询问护士后疯了班跑了出去 就在蓝初焦急地走在路上叫着秀赫时 一辆急迟的模特车朝他冲来 对救的蓝初看着不远处受伤的儿子 颤颤巍巍地上前查看 看着被送手术室抢救的秀赫 蓝初终于悔悟 不停地呢喃着我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 很快收到蓝初语音流言的幼金 匆匆赶到医院 看着死活不肯离开手术室外的蓝初 上前询问他秀赫的情况 蓝初想着儿子 直接跪在幼金面前 说自己会代替儿子去死的 请求他救救秀赫 幼金在手术室外着急地等待 医生告诉他出太多血了 今晚是个过渡期 护士告诉赶到医院的慕妮和恩书 蓝初因为惊眼看到儿子车祸的一幕 定情又更加严重了 叫监护人跟自己去一趟 醒来的蓝初 完全不记得恩书是自己的情敌 跟他问好后说他的戒指真是好看 我们闻到回来也会给我买好看的金戒指 戴着金戒指 穿着婚纱 我们会结婚吧 闻到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 恩书看着他的改变一脸惊讶 似乎在这一瞬间对蓝初的埋怨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同情而已 金秘书与武列见面 将闻到让转交的文件交给他 希望他能用信封里的股份做一些事情 也希望能用这钱还幼金的人情 武列让他交给秀赫 却意外得知他出事故的事 武列拿着股份找世金 想让他出主意能拿着股份做点什么 世金疑惑武列不是说过 到死都不会拿文道的钱吗 于是武列将去看附近 他正是向自己道歉的是告诉了世金 世金提议将新生收购 武列疑惑这可能吗 世金自信满满的回答当然可能 明天马上去见专家 武列忍不住感叹 看来选择问他是非常正确的 佑金来到秀赫的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秀赫 命令他无论如何都要醒过来 直到他醒来前自己不会再来看他 离开的时候却好像听到了秀赫的声音 想起跟他说分手时 秀赫威胁自己说会去死 心态终于崩溃 直接冲到病床前 请求他不要这样离开自己 哭着说没有我的允许你绝不能死 病房外的武列 正好看到哭得撕心裂肺的佑金 佑金告诉武列 自己一次都没能告诉秀赫喜欢他 这应该是他最想听到的了吧 分手的时候却说了别让他有任何迷恋 让他太痛了 好好的孩子也跟他说流产了 如果哥哥就这样离开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这句话又该跟谁说 这时慕妮着急地跑来说秀赫出事了 三年后 武列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而帅帅的姑父 也成了武列在公司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佑金通过不懈的努力 成为公司最厉害的销售员 武列约佑金出来见面 两人聊起三年前秀赫明明度过了危险期 不明白为何在恢复期时突然消失 武列感叹应该是不懂佑金的心吧 佑金喃喃自语都没机会说出来 觉得一直努力寻找的话 还是很有希望会见面的 拿着两年的结婚照给儿子看 儿子乖乖地叫着爸爸 武列疑惑这是为了以后让秀赫感动吗 佑金回答想为他做这个 康复的秀赫带着妈妈住在郊外的一村 兰初时常趁着儿子不在 想要悄悄买酒喝 却因为店主受到过秀赫的嘱托 死活不肯将酒卖给他 经过的秀赫大叫一声妈妈 兰初才慌忙地收回了手 回到家秀赫忍不住责怪妈妈 并不是才刚好一些 怎么能又找酒喝呢 兰初感叹心情实在是太郁闷 脑子总是不自觉地想着 你的爸爸从来没有爱过我 恩书准备和英勋举行婚礼 惠叔和明秀的宝宝也即将出世 从西西兰出差回来的士金 带着妈妈嘱咐的新婚礼物给恩书 前一货武列还没跟士金求婚呢 士金感叹有感觉应该快了 老人忍不住调侃士金 想收到那家伙的求婚都快老死了吧 这时武列从公司回到家 来到房间的士金连忙繁琐 给了武列一个火热的吻 门外的惠叔告诉两人还有大人在家呢 武列回应我们什么都没干 准备休息的恩书给英勋打去电话 男人正在为期待已久的婚礼 努力地保养皮肤 恩书询问我真的就送台冰箱就可以了吗 英勋回应你就是我最大的礼物 三年来秀贺第一次来看望父亲 闻到担心的询问儿子两人的生活情况 问儿子怎么穿成这样 秀贺解释妈妈发病之前都被人骗光了 觉得没钱更好 身体虽然会累 但是生活到现在没有什么时候 比现在心里更舒服的 看了报纸武列的公司和新生合并了 而且现在经营得很好 爸爸的儿子果然还是不一样的 来看望父亲的武列 正好看到了从监狱离开的秀贺 一路跟随着他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后 连忙打电话通知佑金 佑金第一时间带着儿子找到秀贺 问他怎么能那么长一段时间 都没联系自己 秀贺反问是要我看你们俩幸福的样子吗 让两人可以离开了 这时儿子却叫着爸爸 佑金问难道不看看你的儿子吗 看着停在原地一脸难以置信的秀贺 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 为之前说谎的事向他道天 听到这个秀贺却表现得无比激动 质问佑金知不知道因为他的谎话 害自己吃了多少苦 让两人可以回去了 佑金不死心地追上秀贺 告诉他那时候自己只能那样 秀贺反问那么现在呢 有什么变化吗 武烈带着家人来到了以前的大别墅 在几人诧异的眼神中打开了大门 告诉他们三年前拦出卖掉了这栋房子 那时候有人把它买了下来 现在那个人出售所以自己就买下了 告诉一脸不可置信的外婆 十三年前我不是保证过吗 我一定会找回我们的家的 希望等我结婚后 能和我的外婆妈妈和叔叔住在一起 来到二楼的试金还是忍不住感叹 武烈你真的毫了不起啊 英勋和恩叔正式举行婚礼 说出了神圣的爱的誓言 看着对方的眼神满满的都是爱 带着儿子从洗手间出来的诱惊 再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